他在哪裡 在後面 遠景貨報來到還沒蓋好的新大樓 發現角落有一名黑衣男 手腳都被控制住 原來他是竊賊 地上好幾捆白色 黑色和橘色的電線 都是從地下室偷來的 企圖拿去變賣 你可以幫我分一下嗎 分一下說大概幾捆 攤在地上一共六捆 這裡是新北市盧州一處工地 46歲的黃信嫌犯 月初來工地應徵 預計26號開始上班 結果他在上班前一天 跑來勘察地形 預謀刑切 嫌犯事先打電話 來確認上班的地點 因為當天是禮拜天 以為工地沒有人上班 於是趁機跑到地下室偷電線 沒想到被保全逮個正著 警方調查黃信嫌犯不是當地人 疑似鎖定工地 會堆放全新的建材原料 假借應徵趁機刑切 還沒開始上班 就被一切到現刑犯逮捕 工地每天都有管理員輪值看守 這回趁假日偷東西 下場狼狽落網 TV宣告總黃金芬新美式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